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 无疑是告别一段感情的最好状态 但是在爱情和婚姻的世界里 往往没有那么简单 比如明歌天后蔡琴 1981年 她的专辑《你的眼神》 卖了上百万张 歌声更是传遍了大街小巷 也让她有了明歌天后的美誉 直到2000年蔡琴身患癌症 写下实业遗书 如今22年过去了 她过得如何 蔡琴 1957年出生于台湾 帮妈妈照顾三个弟弟妹妹 到点喊他们吃饭 保证自己的成绩 是她从小到大 每天都要面临的难题 直到大二那年 台湾掀起了一股明歌热潮 学校里痴迷音乐的人 几乎人人都会创作 人人都有一把吉他 而蔡琴最大的梦想 就是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吉他 这时 迎面飞来的一个广告 让她十分欣喜 只要获得歌唱比赛前五名 就能获得一把价格昂贵的吉他 这样的诱惑 让美术出声 喜欢唱歌的她 心动了 最终获得了第四名 阴差阳错进入了歌唱界 之后以一首恰似你的温柔 红透半边天 直到1984年 一个电话的到来 改变了她的一生 那天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导演 杨德昌 向蔡琴发出了诚挚的邀请 蔡老师 有没有兴趣看看我的剧本 八十年代的台湾 流行的是琼瑶式的女主角 比如林青霞 刘雪华这种 拥有精致的轮廓 乌黑浓密的长发 纤细曼妙的身姿 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而蔡琴的形象 则与主流审美完全相反 短头发 小眼睛 厚嘴唇 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 平平无奇中 透露着一点点吐气 属于扎在人堆里 再也找不到的人 所以面对杨德昌盛情相邀 蔡琴显得很不自信 然而 男人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蔡琴彻底动了心 你很性感 到底是一个导演 对演员的认可 还是一个男人 对女人的审美 蔡琴也没有想明白 痛快地答应了 杨德昌的邀请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自从答应的那一刻起 就掉进了对方设计的陷阱中 片场是感情升温的基础 面对这个大十岁 沉默寡言 懂得欣赏自己 正在追求自己的男人 蔡琴心里 总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即便知道对方的感情 并不如她想象中的那么单纯 还是爱得一无反顾 一个是满腹才华的导演 一个是歌喉性感的歌手 才子家人的组合 看似是一段佳话 但谁又能想到 这段感情 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 确定关系之后 蔡琴付出了全部的爱 从小在普通家庭长大 家中孩子众多 身为大姐的她 早早就承担起了 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寄一顿饱一顿的生活 从未有过的家庭温情 让此时的她 对家庭和爱情 有了一种执念般的渴望 相爱一年之后 28岁的蔡琴 就有了结婚的欲望 这个时候的她 已经平级抉择 恰似你的温柔 我曾经来过等歌曲 获得明歌天后的美誉 红的发紫 而默默无名的杨德昌 却始终瞻前顾后 给不了她一个承诺 在大家都在为这段感情 抱不平的时候 蔡琴也受不了 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 最终选择了逼婚这个决定 在一部达陆机中 蔡琴给杨德昌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不能给我一个 明确的答复 我就要放弃这段感情了 事业成功又如何 爱上一个不爱她的男人 依旧卑微到尘埃里 两久的沉默后 是男人的一生长叹 你叫我说什么好呢 没有惊喜 没有意外 不拒绝 不答应 这就是杨德昌的全部答复 或许是真的爱 或许是不想让她失望 她最终 还是答应了蔡琴的逼婚 与此同时 还提出了一个结婚条件 我们应该保持柏拉图式的交流 不让这份感情 1985年 相爱一年 情投一合的两人 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 在舞台上光鲜亮丽的天后 甘愿为爱 喂养丈夫 扛下所有的压力 为了帮助丈夫的成功 蔡琴把文学艺术圈里的能人 招为座上宾 为她的电影唱个主题曲 担任美工 然而 这还不算什么 为了支持丈夫 为了拍出更好的影片 她唱遍了台湾大大小小的民谣餐厅 赚到了足够的资金 丈夫的八部电影 她参与了一半 如果你留心过 就会在刘德昌的电影中 看到蔡琴的身影 这才有了恐怖分子 独立时代等优秀作品 也让杨德昌有了台湾社会的剪刀手 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大师的称号 于是 电影大师和一代歌后的爱情 就成了众人羡慕的标杆 然而 谁又能听懂蔡琴的歌 看不到天上的云 见不到街边的灯 你让我在这里痴痴的等 想着你的爱 想着你的吻 夫妻生活 无非是一日三餐 两情相悦 相伴四季 而这些蔡琴都没有 陆婉英回到家中 已是深夜 看着丈夫紧闭的房门 她不想打扰 十天半月见不到一面 让蔡琴产生一种幻觉 对面房间住的是事业合作伙伴 而不是相伴一生的爱人 然而更让蔡琴绝望的 还是丈夫的冷漠 一次回家的路上 蔡琴的车子出现了故障 三更半夜 四孝无人 求助无门 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的女人都会打电话 向丈夫或者男朋友求助 然而蔡琴拨通电话后 却感受到了刺骨的寒冷 你自己打车回来 短短几个字 嘟嘟嘟的盲音 让蔡琴再也忍不住心里的委屈 蹲在空无一人的马路边 失声痛哭 即便如此 她也没有生出离婚的念头 只是通过自己的歌声 深陷不满的情绪 全世界都听到了她的忧伤 而杨德昌不仅视而不见 还提出了离婚两个字 只是告诉蔡琴 我爱上别人了 1994年 在一次活动中 杨德昌遇到了一个钢琴演奏家 彭凯丽 她优雅高贵 品味不俗 对古典音乐的热爱 让他们很快就对彼此 产生了相见恨晚 心心相惜之情 即便是一分钟 她都不想等待 我喜欢上别人了 我们离婚吧 我早就厌倦了这段婚姻 看着这个信誓旦旦 要跟她共度一生的男人 回想自己付出的一切 蔡琴始终不愿离婚 她以为这样 就能束缚住她 可杨德昌的态度 却越发嚣张 和彭凯丽出双入队 公开秀恩爱 因为蔡琴和杨德昌 在娱乐圈 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所以不少媒体 开始大肆猜测三人的关系 一天晚上 蔡琴主持节目的时候 接到了一个热心听众的电话 一句话让她情绪失控 蔡琴 你还好吗 或许是寂寞太久 或许是压抑太久 她终于忍不住崩溃大哭 哽咽地回答 不 我不好 我要离婚了 1995年 想清楚一切的蔡琴 终于答应她的请求 亲手结束了这段 长达十年的婚姻 离婚后 她全面停工 没有出过一张唱片 独自躲在角落 填饰着伤口 在亲朋好友的陪伴下 在音乐引导下 她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 才走出了阴影 每当有人问起 她总会一笑而过 虽然当时有受伤的感觉 不能立马适应 但是若不能新手到老 还是早一点分开得好 这样就不会耽误各自的幸福 然而 命运却再次向她伸出了魔爪 付出后没几年 43岁的蔡琴 便被检查出胸部有一个肿瘤 医生说 很有可能是癌症 一番思索后 蔡琴洋洋洒洒写下实验遗嘱 分配好自己的财产 乖乖配合医生的检查 准备接受命运的安排 然而幸运的是 她得的是良性肿瘤 手术后 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重新回到了热爱的舞台上 然而 前夫杨德昌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两人离婚之后 杨德昌变和小18岁 三贯一致的彭凯莉 结了婚 有了儿子 直到2000年 不幸患了癌症 经过多年的治疗 最终还是没能战胜病魔 2007年 杨德昌因结肠癌过世 享年59岁 反观蔡琴 却过着截然相反的生活 或许是不甘多年付出 或许是为了报复 蔡琴发专辑 扮演唱会 多次登上央视春晚 即便已经年过六十 她依旧在舞台上发光发热 2015年 一位富商向蔡琴展开追求 天天给蔡琴送鲜花 蔡琴去外地演出 她也全程跟在蔡琴身边 蔡琴渐渐被她的痴情打动了 2016年 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富商的年龄比蔡琴大 希望蔡琴离开歌坛 与自己安心享受生活 然而 歌唱是蔡琴的生命 是她人生快乐的支点和源泉 要是离开了舞台 她会无所适从 因此蔡琴婉拒了 富商不想再过这种漂泊生活 于是2019年 她与蔡琴宣布分手 自此之后 蔡琴孤身一人度过漫长岁月 在谈到居家生活时 蔡琴也大方地分享了自己的状态 她觉得 即便是不出去工作 没有人欣赏 也要打扮得漂漂亮亮 想当初50岁的时候 蔡琴便立志要漂亮到70岁 以64岁的状态看 她一定可以做到 也希望 蔡琴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余生